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又是焦点财经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绍豪 豪尔倩 周三 在美丽的西谷一个捡影总站 山火烟雾迷门当中 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户外的空气 并不是很健康 小心 谨慎 如果你要在户外运动的话 过去几天 整个市场弥漫着跌幅的沉重的压力 光是NASDAQ三天跌了11% 还好 今天DAO回涨了430点 勉强到27900点上下徘徊 所以逐步我有三个观察工作你的参考 到底这是一个跌幅的开始呢? 还是这只是一个转折打横而已 主播的观察有三点工作你的参考 第一 从技术面来看 整个的市场的运动过去三个月涨30% 特别是NASDAQ科技一种股票 所以也非常的正常 整个劳工长假三天 NASDAQ跌了11% 属于三分之一的调整 开始打横跌幅居重 也非常的健康 将整个的卖压能够释放出一点能量 对整个股市事实上也非常的健康 第二个观察 从消息面来看 总统大选以前还有近55天 所以ROPRA 路障 必须在消息面 小心而谨慎 越是靠近11月3号大选 大选的结果 大选的平安跟和平的转移 也会影响整个股市 第二在消息面 特别是Second Pandemic 整个疫情的控制 是不是合乎大家公共卫生 安全的标准 能够支撑你跟我经济的复苏 也是在消息面当中 额后的两个月的重点 所以当然消息面居重飘忽就不定了 第三从基本面来看 基本面来看 因为整个是因为政府 Federal灌注现金 让整个市场活络 所以传统工业并不好 在经济工业开始调整 所以必须小心而谨慎 整个的市场恢复的能力 还并不完全健康 所以从技术面透出一点点 卖压承重 从消息面 路障还有两个月不到要大选 第三从基本面来讲 复苏才刚刚开始 所以市场会有变动 主播我认为打横就好 不能长太快也不能跌太多 愿上帝赐福给你智慧人的话语 上帝对你跟我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绝对绝对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让你以我而后有指望 愿上帝能够祝福这个国家的大选 祝福北加州的山火能够止息一切平安 损密 韩尔倩 陈少豪 在周三山火烟雾弥漫当中 跟大家来报导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